我今天有一個比較 跟我之前所想的比較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觀點就是說 我現在才知道原來 就是剛剛陳九雄先生所講的 就是會一般人會以 我現在才原來也知道有這種狀況 就是一般人會以為說 已經有補償了 那你還要說什麼 但是我覺得那個是 就是就這個事件跟當事者 或是家人的損害的角度來看 那但另外一個角度是說 這個事情這麼大 如果對於我們現在的年輕人來說 這是一個人權受迫害 那它具有很深的教育價值 就說這件事來教我們的孩子 我們下一代就是凡是住在台灣的 這個下一代的年輕人 它其實是一個血淋淋的 而且是真實的一個事件 用這件事來做我們的教科書裡面的內容 它絕對是很有價值的 所以這應該是把它看成是兩個事情 兩個事情 這一個課程 你看看歷史 就像剛剛講我們有歷史老師 第一個我們的歷史課本來 如果至少以我們所上的歷史課 或是現在年輕人的歷史課 可能對於台灣的歷史比例 已經比較多了 但是也還是很少 就像剛剛講那個228事件 教科書裡面 對228事件的這個介紹 其實大概就是幾頁的內容 那更何況說 對陸鋪事件這個 它其實是更少 就是等於是沒有 也就是說 好我們老婆說這件事 有教育價值 但是有教育價值 你要變成說 它是一個課程來講 因為它以前就是沒有在想 沒有這件沒有在加 這個沒有台灣歷史 從有台灣歷史 好那現在有228 有228其實也沒有到陸鋪 我們在課程來說 就是說這就是空白課程 空白就是應該要有這個內容 但是我們就沒有這樣 所以我記得我今年年初 陳理事長帶我去找那個人權館館長 我也是有在說 我記得我們好像幾年還是初年 我們不是有帶了一批 我們有做踏查活動 那時候我們走到紀念碑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這是要怎麼介紹 說實在那時候我們也是沒有把握 所以找那個黃理事長 然後黃理事長他就用一個間接的說 欸戰爭啦 第二次世界大戰什麼 在那很容易這樣說下來 其實我們就有感覺就是說 在那自查廠 要去導覽 要去當課程很容易 那自查廠 他不會說 在你怎麼做怎麼做 但是自查廠 人起來之後很難 空白 我那天就跟館長講 離開了自查廠那個裸媒 那個裸媒 那個還可以說 但是你一上來之後 要講這個世界 然後要講這個環境 我只能就是兩手一攤啦這樣 啊所以後來就在想說 那我怎麼去克服這個困難 這樣啊所以今天他算是說 第一拜 就是很感謝 因為對於小孩來說 喔 他的歷史不能只是書上 讀一讀就好了 了解真人真事 跟他講 這樣他才知道說 喔原來 所謂的人權 為什麼要講人權 是因為有來 因為有歸期那種歷史 才知道說 這個人權有多麼 有多麼重要 比如說我那後面那十八福海報 幾年年代 十二月初 拿去那一間安西國中 那裡面的公民老師 他很有心目 他在那十八福海報 放在他們那裡 門口去那個穿堂 等一星期 那我要去問那個老師 我問說 那一星期的成果怎麼樣 他說裡面的貨品 主任 老師 跟孩子 大家都說 不知道要有這棟房子 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 我本來有問那個安西國中老師 說 我們如果是有機會 安排的孩子 出來吃掉這個地方 吃掉這棟事情 他說很好的 我們的孩子 就從他教學者的角度 他會覺得非常有效 所以我現在就是說 第一個我覺得可以澄清的 就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的那個 那個痛苦的 那個血淋淋的教訓 我們現在可不可以呢 從教育下一代的角度 因為教育下一代的角度 如果老師要怎麼教 我去問那個國學的老師 問國中的老師 他們第一個最困擾的就是 以前要教學 你有一個教科書嗎 我們現在不是教科書 我們現在都把那本教科書 這個文本 現在不管你是歷史老師 還是公民老師 還是社會老師 他第一句都會問你說 我還要用什麼 就是我沒有那個教科書 現在還沒有那個文本 這樣 所以我剛才去問那個安西國中的老師 他說這十八福海報 就是他的教科書 但是我們看 我們今天來的安康高中 就定義說我辦這個活動 還有你們在這裡 親身經歷跟他們說 這個就是最好的課程實施 所以我剛才問那個老師 他說一回來後 也叫學生會去寫他們的心得 他們的想法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說 就是做這個課程 還蠻難的 因為就有這件事啊 但是你也有那個地方啊 可是沒有前人寫下來的東西 李思成有那本書嘛 但是他那本書不可能當作是學校裡面的教科書 這樣 所以就定義說 很需要大家來合作 合作就是說 我如果要做 我也要說 學校用看看 老師用看看 可不可以 那也是說 那是一個課還是兩個課 這樣 今天安康高中 是剛才的教務主任 我有怎麼知道 他說 今天他們學校 那孩子為什麼可以來 因為他們學校是運動會的預言 所以教務主任可以跟訓導主任說 這一班不要運動會預言 可不可以 因為教務主任說 可以 所以就說 好 那就 那班 起來 今天來三個老師 一個就是說 上班的學校的公民老師 另外有兩個 他們學校的歷史老師 教務主任就說 這個要上來 因為我們要有 這個課程要把它弄起來 因為安康高中在新店嘛 同樣都在新北市 他們學校有心 想說 新北市裡面有什麼教材 在這裡要教孩子 你有真人在這邊 然後 你看大家的孩子 我今天有注意看 每一個孩子都很認真在聽 我也想想 本來想問老師 他們在學校也都像今天這麼認真嗎 這樣 所以我想就是說 對 我會覺得比較不好意思 就是說 那說過去的事情 對我來講就是 等於傷口上撒鹽 很艱苦 很艱苦 對對對 但是 如果我們要教孩子來說 但是小孩子又要需要 你要跟他說這段 他才知道說 原來 因為現在這些孩子 都出事就有手機了 對 所以 我在去年12月 在安西國中 那個 那個孩子跟那個老師都說 不太相信 真的有這件事情 他們也是在新北市啊 這樣 所以 從教育的角度 因為我們的歷史 要台灣的歷史開始 台灣的歷史 其實目前可以找到具體的 就是這段事情 這段事情 要當作學校的教育內容 把它 就是宣傳出去 沒有那個具體的教科書 所以就定義說 要麻煩 比較辛苦 然後 就是 欸 如果是老師 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 現在 動詞就要尖叫 門楼要 對 對 對 所以我們那個人錢廣說 對 對 很少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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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在一起去的 光明禪寺 裡面有一個 你 他裡面有一個助理啊 他就出來就說 拜拜的三日 他就說 他很反對 他很反對 他今天也繼續反對 但是我們今天就說這個安康高中 呵呵 不然 他也是反對 對 主持高校實在 對 希望 你們拜託 拜拜 不要帶這麼多人來 你們帶這麼多人來 我們帶這麼多人來 就讓你退去工作 對 我們今天去也一樣 今天因為 兩台車分做兩週 第一週 那個 那個衛先生帶 帶走了 張先生賽 他說怎麼還有 我說這安康高中 三十四個 第一週十七個 第二週十七個 這樣 他就說 你不要再說那些 你就 你就 快拜拜 對 剛好第二週 第一週 你那個 小偉男 第一組沒有進去 廟裡 沒有進去裡面拜 第二組 可能有裡面有在拜 他就說 你不要再說這件事 我就想說 所以 我許主持說 其實這件事很困難 但是 有駕駛 我們也是要做 這樣 廟裡 在那裡 大刑場 人家聊天 講 人家聊天 講到 先 靠近之後 上路台北 想 manten 是 那 你 就是 слово 說 你 這個 就是 我覺得 einge 好